小朋友哭得好惨 尽管妈妈努力安抚 他却越哭越大声 小朋友边哭边叫 就连好几排后的位置都听得到 有乘客受不了出声提醒 没想到 似乎不满被提醒 爸爸干脆要女儿转过去 对着别人哭 终于在下飞机时 双方大吵一架 你再说一句 你刚刚说的吧 三小孩会养吧 你说什么 不用拍了 双方火爆互呛 让整个班机乘客看傻 事发就在上个月16号 从大阪飞台北的班机上 目击乘客指出 小朋友整整哭了两小时 所有乘客都在忍耐 最后路程剩20分钟时 有人终于受不了 大喊是在吵什么 没想到女同妈妈去回应 是没带过小孩吗 小孩又不懂 爸爸也帮枪要吵架来 还要女儿继续哭 吵死对方 反应过度了 父亲也不应该这样 确实也是打扰到别人 那语气也要好一点 不只民众觉得不妥 网友也大酸 现在喊比较大声就饮了 顾不好小孩 旧北大飞机 要什么同理心 哭全程的真心佩服 小孩的嗓子 会准备一些小饼干 还有一些玩具 然后手机上会准备一些 小朋友喜欢看的影片 他也会哭啦 可是不会太久这样子 也会怕他影响到别人 民众多半认为 小孩哭闹正常不过 其实都能体谅 只是这回爸妈态度引发论战 尤其用字遣词 三小孩会哑巴 恐怕也给孩子最坏声叫 蔡雪晨想要